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波足球快訊 二甲在星期六晚繼續有好戲上演 欣波利會主場面對沙索羅 兩隊雖然近方都較接近 但欣波利今季聯賽主場負率達到五成 今次面對偏愛進攻的沙索羅 欣波利都難記以厚望 頭十二輪聯賽踢完 欣波利以十一分牌二甲第十四位 表現只能說是較為平庸 佳欣球隊只贏過兩場聯賽 回顧欣波利今季聯賽 球隊攻擊力實屬薄弱 場均聯賽只射入0.75球 單場能夠射入兩球或以上的 只有一場比賽 隊中入球最多的是班尼迪利 他只不過射入兩個聯賽入球 值得留意的是欣波利過去六次 面對沙索羅輸足四場 最近一次交手更在主場1比5大敗 這場失利更加是欣波利上季失球最多的一場比賽 陣中球員肯定黑骨銘心 今次主場再戰沙索羅 欣波利都不宜過分高估 沙索羅雖然聯賽至今亦都輸了五場比賽 但細心一看 這個對手不是曾冠集團 就是曾四集團的隊伍 對於沙索羅來講是屬非戰之序 而沙索羅近年來一直在主張踢漂亮的攻勢足球 尤其是由手轉攻的時候 利用速度和全球配合來施開對方的防守 法迪斯和賓拿蒙迪就是這套進攻戰術中的核心 雖然沙索羅今季在面對強隊的時候毫無招架之力 但面對實力接近甚至較弱的對手的時候 球隊絕對不會放過搶分的機會 今季也試過五比零大炒沙蘭歷坦拿的好戲上演 即使金將作客出戰 沙索羅依然有力奏捷而回 陣容方面他們有前鋒羅連欣迪停賽 後衛穆道亞和前鋒迪費爾恩相無緣披甲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